我们使用多台迷离主机 实战黑神话悟空 发现带有NVIDIA独立显卡的小主机 画质最佳 我们开2K画质 50%的DLSS 把能拉满的都拉满 其他几项设置为高 实战能够达到接近60帧的表现 而且 色彩 动作 画面 表现都非常漂亮 无可挑剔 780M核显和7600M独显的小主机 相对差一些 特别是水面的表现 惨不忍睹 其中FSR要负担很大的责任 所以要在黑神话悟空游戏中 取得好的画面表现 我们必须放弃FSR 同时也放弃和FSR一起的增生层 最后超分 我们选择了XSS 增生层 我们选择了游戏外的驱动不增 也就是AMD最新的AF-MF2 大家看一看780M核显下的效果 游戏外的驱动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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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是不是比FS2一团浇水好太多啊 我们搜索AFMF2 打开AMD网站这篇文章 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链接 点击就开始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可以开始安装 这是最新的7月30号AMD发布的驱动预览版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驱动设置软件里 游戏选择黑生化悟空 这里打开AFMF2的开关 它会自动根据游戏的分辨率 安排合适的模式 我们不用修改它的预设 好一个性能测试看看 1080P关闭动态模糊 超彩50 使用XESS 放弃FS2和TS2 画面自定义 视野距离高 抗锯齿高 后期处理高 应应质量低 贴图质量高 特效质量中 毛发质量高 植被质量高 全局光照低 反射质量高 测试的结果 平均帧39帧 但实际帧数 是39帧的翻倍78帧 因为是采用了游戏外生成帧 这是我们同时开启XESS和AFMF2 得到的结果 特意说一下 AMD核显都能设置专用显存 大家可以根据你用的迷离主机 去看我们对应的视频 都有显存设置过程 我一般32G内存设置8G 建议780M核显小主机 最低要安装双16G共32G内存 而7600MXT独显 2K分辨率 我们同样设置超彩50的XESS 画面自定义为 视野距离影视级 抗锯齿影视级 后期处理影视级 阴影质量高 贴图质量影视级 特效质量高 毛发质量高 植被质量高 全局光照高 反射质量影视级 好减速感 等他 等他 有些灭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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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NVIDIA 30系设置2K分辨率50%的DLSS 没有增盛程 还是DLSS画质最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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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